今天晚上是一个别开生面的跨年祷告会 你还记得往年吗 我们两三百人聚在这个大厅里边 我们敬拜 我们祷告 然后我们分享美食 我们述说见证 在今年 一场疫情打乱了一切的计划 所以圣经在诗篇六十五篇第十节说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低下之有 所以这里就讲的说 我们的岁月 我们的道路 都是神的恩典 都是神的祝福 但是面对2020年的时候 我们如何来评价这一年 如何来述说这一年呢 从2021年的年初 一场疫情揭开了新年的序幕 一场从来没有见过的灾难 我们看到冠状病毒 以罕见的这样传染的强度 传播的速度 以对社会和人类的危害 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见过 前所未有 以前 你有提到瘟疫 提到病毒 我会想到遥远的中世纪 那个黑死病 黑热病 我想到荒蛮之地的一些瘟疫 在民间流行 但是今天 疫情就活生生地 就在你我的面前 像谈到末世的时候 我们说 在末世的时候 有战争 有地震 有饥荒 有瘟疫 我们觉得它离我们很远 但今天 我相信 没有人 在对瘟疫 视而不见 我们以前 我们仍以为我们 掌握了自己 掌握了世界 我们除了在这个世界 我们觉得掌控之外 我们还梦想 去征服月球 征服火星 那美国甚至有人呢 就是征召 排队 移民到火星 据说很多人排队 但是忽然发现 一场疫情 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连自己都没有搞定 这个地球 有好多的事情 我们不明白 我们知道的有限 我们了解的更有限 这一年 几十亿人口 在恐惧 无助和失望当中度过 然而这一年 注定要写在历史里面 可能等以后 三十年 五十年之后 你会对小孩子说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场瘟疫 叫新型冠状病毒 因为你是见证了 这段历史 不是吗 但是弟兄姐妹 这一年 这个疫情 不只是 让我们的经济 生活 遭受很大的困难 今天也是 美国一个大选年 我们看到 一场疫情 好像是一个大考 考出了我们看到 美国的很多很多的问题 以前这个问题呢 不是没有 都是隐藏在下边 没有看出来 但是借着疫情 我们看到 人心的问题 我们看到 政体的问题 媒体的问题 我们看到 信仰的问题 都完全 曝露出来 因为疫情 让川普总统上任以来 几乎是美国有史以来 最耀眼的经济成长 突然就停止 不只是美国 我们看到 从望远世界 我们看到 英国脱欧 全球化的 那种趋势 开始逆转 这一年 从人的角度讲 乏善可陈 但是甚至怎么说呢 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一处 所以面对困境 你是抱怨呢 你是哭泣呢 你是消沉呢 还是来到主的面前 来祷告 来赞美 我最近的祷告 我常常问神说 主啊 透过这个疫情 你要让我做些什么 你要透过这个疫情 这个环境 要让你百姓在苦难当中 也要得到什么样的祝福 因为我相信 任何事情的发生 无论好事情 坏事情 若没有 神的许可 就不可能发生 换句话说 冠状病毒的泛滥 是神许可的 既然神许可 神必定有祂的美意 在诗篇29篇第十节说 洪水泛滥的时候 耶和华作者为王 所以今天一个 信神的人 在难处当中 你不要看表面这些现象 不要看扁了 完全看遭了 2020年 你要抓住疫情 你要善用疫情 你要享受疫情 你说 萧蒙世 你说得太浪漫了 怎么可以享受 真的要享受疫情 因为疫情带给我们 很多的改变 带给我们更多的时间 不是吗 所以每一个人 在不同的环境当中 你的心里边 怎么样想 你的结果和你心想的呢 都是一样的 你看过冲浪的人吗 那冲浪 就滑冲浪版的人 一定不会出现在 风平浪静的海滩上面 没有 反而是当 风浪起来的时候 他们拿起滑板 就冲到浪里边 浪越大 它冲得越高 你看那些最美丽的 冲浪的照片 都是在 风浪 最大 浪图最高的时候 所拍摄的 所以人生 常常有风浪 这次的冠状病毒 让把每个人 都推到风口浪尖上面 那我觉得这是对我们 人生 一个很好的学习 苦难 对你我有益 身上有个人物 就是约瑟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不止因为他是 以色列民族当中 一位英雄 而他是在一个 逆境当中 活下来 而且继续 能够成长 完成上帝使命的人 他小小年纪 就遭哥哥的出卖 做奴仆 做牢狱 被人冤枉 如果是你我的话 你可能哭都来不及 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呢 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呢 跟你说完了 我不可能再出头了 完了 但约瑟没有 你看整本圣经里边 约瑟从来没有埋怨过 不只是没有埋怨 而这约瑟 无论什么处境 什么环境 他都满怀信心 尽己所能 一步一个脚印 所以每一个苦难 都是约瑟 登高的一个 垫脚石 比如说人生 只有两条路 一个呢 是下坡路 一个是上坡路 下坡路呢 很容易走 凭着这样一个 惯的一个助力呢 你往下走呢 不会费很多的地气 但是当你越往下走的时候 你的眼光 你的视野 就越来越狭小 相反 你走一个上坡的路 道路很屈膝 你会出汗 你会腿痛 你会很劳累 但是呢 你越往上走 你的视野 越宽广 你往上走 你看到 你的道路 就越宽阔 所以甚至说 你要向山举目 这个山不是一般的山 就是耶路撒冷 西安山 所以今天我鼓励 每个弟兄姐妹 你要走这条 蜀天的道路 不容易 所以说 行白 那个 行白 登山呢 是行白里 然后呢 行白里 半九十 你跑了九十里 只走了一半 那后十里 非常的难走 在2020年 我们教会每天播放 荒漠干拳 还有播放有声圣经 在2021年 我们继续 这样一个属灵的 灵修的一个材料 同时我们增加一个 天路历程的一个播音 你可能觉得说 这个是什么呀 其实天路历程是一本书 它是由英国的作者写的 这本书呢 是在整个的世界文学史里边 是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 而且它是描写 一个基督徒走天路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透过天路历程 让我们弟兄姐妹 能够看到呢 在新的年当中 要向这山继续行走 让我们的信心增加 其实今年 在疫情当中 我告诉大家 我们不是被打倒了 而且我们是成长了 阿们 你知道吗 我们在这一年当中 我们聚会 我们的小组 甚至我们的奉献 都没有减少 但过去几年 我们总想说 我们如何让教会的媒体 能够更多的发挥影响力 我们甚至想到说 网络教会的设想 这是为什么教会 在前年两年前 在一个经费并不富裕的情况下 我们决定聘请一个全职的媒体同工 有人说 哎 你们疯了 教会这么紧张的一个经费 但我知道 得媒体者得天下 所以我们就聘请了 赵玲弟兄 就做我们这个媒体 这个同工 两年来 他做什么 我们可能不知道 可能不清楚 但我报告一组数据 在2020年 我们YouTube 这个人数 增加了七倍 目前观看我们教会的YouTube 是达到60万 增加了七倍 订阅的人数 就是订阅YouTube的人数 从500人 达到6万 增加了十倍 还有我们网站 访问网站的人 增加了三倍 目前有三万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年当中 虽然有苦难 有困惑 但是呢 神带领我们走过 我再讲一遍 教会不是被打倒了 教会还是成长了 那面对2021年 我们怎么办 我曾经想过 2021年 我们就耐心等候 忍耐 等疫情过去 我们一切恢复正常 但是神责备我说 不要再等了 仇敌让你们不能够聚会 仇敌我们看到 受了很多这样的一个障碍 够了 弟兄姐妹 2021年 我们要突破拦阻 阿们 我们要逆流而上 我想明年 就明天 我们面对三方面的问题 疫情一言严重 第二呢 世俗主义 我们看到 汹涌澎湃 第三呢 荆棘仍然困惑 这三座大山 就摆在你面前 哪个很多人 对2021年不看好 我就想到 在历代志向 二十章 就记载当时 约沙法王 所面对的情况 当时他面对 三种敌人 摩亚人 亚门人 和米乌尼人 他们兵临城下 要来攻打 所以约沙法王 就非常的惧怕 弟兄姐妹 当我们面对 2021年的时候 你也面对 三股敌人 他不是摩亚人 也不是亚门人 也不是米乌尼人 而是 我们看到 疫情 世俗主义 和经济的困惑 怎么办 我们用信心 来面对 不要再等待了 我们要把过去 失去的时间 要捕还回来 阿门 无论是教会的建造 我们福音的传播 还有我们教会 一些 礼拜的一些成长 都在2021年 要看分校 阿门 所以我对2021年 充满信心 让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阿门 在主里边 你不再惧怕 阿门 哈利路亚 好 那么下边呢 我们要来播放一下 就是来自 这个潘牧师 师母啊 来自远方的 问候和祝福 好吗 哈喽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主内平安 好久没有见了 真是很想念大家 在过去这一年里面 不管是在市局的变化 教会的服事 或者个人的家庭事业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感谢神 他赐下了足够的用的恩典 让我们平安的度过了 虽然 这一年里面 我们没有能够见面 但是教会的 许多的事工 修缮 和各位义工的付出 在在的 我们都能在视频上看到 也显示出大家爱教会的心 尤其是这一年 肖牧师的辛苦的付出 我们相信神必纪念 新的一年 2021年即将开始 求神赐下新的意向 和新的方向 让我们一起 望迹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驰跑 加油 潘师母正在帮我录营 他也想念大家 要我问大家的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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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牧师师母 来自远方的祝福 我也为他们祷告 希望疫情过后呢 他们能够回来